美国南部多个州遭到了强烈冬季风暴侵袭 3800万人受到了影响 各地风雪交加 许多的路面都出现了解冰打滑的情况 尽管当局呼吁驾驶人减速慢行 仍然是意外停船 恶劣的天后也造成了全美国在30号 超过了1000个航班被取消 4000个航班误别 前方的红色皮卡在德州的公路上 开着开着就撞上了分隔岛 因为路面实在太滑了 风暴把加州的突山山顶 点缀得白雪矮矮 一片银白世界美不生收 但用路人可就笑不出来了 德州许多地方路面都结冰 尽管车辆减速慢行 仍旧意外频传 80号洲际公路在怀俄明州的路段 浓雾蔓延伸手不见无止 部分路段被迫关闭 才刚完成排班系统升级的美国西南航空再度面临挑战 西南航空30号取消了超过400个航班 是当天航班的十分之一 另外有600个航班延误 西南航空12月下旬才因系统崩溃被旅客骂翻 气象单位说冬季风暴将向中大西洋州挺进 提醒民众防范 无联者编译 史上,我们的高兴天赢